晚安 欢迎锁定中时新闻 全球报道 来关心柬北市有一位李小姐 一家七口九天内全都确诊 其实一开始只有两个人确诊的时候 他们不断地打专线 请求让确诊家人能够入住集中检疫所 因为家里头还有两岁的女儿 还有73岁的外婆 而且没有办法一人一事 没有想到求助无门 最后全家确诊 他痛批关怀中心的接线人员 甚至跟他说 你就跟家人一起确诊就好了 让他痛批真的太夸张了 李小姐越讲越顺气 当初家人然一想安排送到基建所隔离 没想到联系关怀中心 讲到一肚子火 我九九跟我的大儿子 如果是检疫手的话 从两人染疫超前部署不成 非得要一家七口都确诊 才能被送到基建所 原来他们一家七人 同住三房两位浴的房子 其中一间却浴故障只能共用 4月30后 儿子与舅舅最先确诊 无法一人一事 但打给关怀中心 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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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孩就怕染疫變重症 李小姐提醒吊蛋挫擂蛋 没想到却还被要求一起确诊 对于舒适部分 卫生局坦然致歉 至于安排急检索一事 强调依中央规定执行 如今确诊数攀升 显见量能不足 民众无解的问题 恐怕只会逾日俱增 结果中有此让位置才逢不动 台中有一处社区大楼 一位住户确诊 两个女儿也在家中居隔 没有想到家人去送餐的时候 发现管委会已经用 半透明塑胶薄膜 把大门都整个封住了 让他气壮怒哄 管委会防疫过当 另外也有上班族分享 在办公室有人快晒羊 同人吓坏了 竟然把座位改造成泪方舱 办公室座位被从天而降的 养生胶带团团团围 有网友分享 公司有同事快晒羊姓 隔天办公室就变成泪方舱 画面一波网众人笑翻 但这一家人却笑不出来 公寓大门外从天花板到墙壁 被大片的胶布挡住 贴好贴满完全没有空隙 因为家人确诊 魏小姐帮忙送餐 整个大傻眼 因为大门被封住 里面的人根本无法开门拿餐 他要求管委会拆除 对方还冷漠不理 求助无门魏小姐决定报警处理 那警方到场有告知说 这个部分会涉及新法 304条强制罪 我不清楚不好意思 喂你好不好意思 请问那个陈主委在吗 我这边是中视新闻 管委会不愿回应 但他们私封住户大门 虽然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但可能触法 魏小姐一家不排除提告 毕竟确诊非自愿 遭到这样的不当对待 也难怪当事人心里难受 接下来的文章 景城台中采访报道 季晨晨问奖 接触者多 却抢不到快筛自保 今天就有摆明问奖 到疫情指挥中心前抗疫 希望中央提供足够的快筛事迹 让乘客安心 只不过走出来的 却是交通部官员来接下陈情书 让驾驶怒气冲冲 撕毁了陈时中人形立牌 怒批陈时中傲慢 简直像皇帝 怒把陈时中立牌断头 上百名问奖发出怒吼 每天接触陌生人却买不到快筛剂 逼得他们走上街头 有问奖走投无路 直接下跪陈情 还有女驾驶控诉 自己是单亲妈妈 抚养女儿 遇上疫情海啸 月收入只剩两万 勉强补贴油钱 生意学工事锐减 只剩下两成 路上叫车人少 上车的客人还可能落跑 买不到快筛天天上演 台北市计程车驾驶员 职业工会提出两项诉求 希望能以筛代格 让问奖不用因为接触 确诊者而居家隔离 能继续赚钱养家 希望政府提供足够的快筛试剂 让司机检测 保障乘客安全 只是陈行书到了指挥中心 确试交通部接招 外头一片怒火 记者会却是一片祥和 快筛计量不足 各行各业要正常化 都是无解 在共存之前 问奖只求能生存 记者黄天耀陆雨昕 赛访报道 桃圆市在下午 发生了一起公车自撞车祸 当时公车左转后要执行 却突然失控了 往对象冲过去 撞进了路旁的停车场 这辆公车是卡在停车场的花圃 还好没有撞到任何车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公车才刚左转 要直直往前开 却突然失控 来了一个大回转 对象大科车 紧急刹车没有撞上 这时公车刹车似乎失灵 一路冲进了一旁停车场的花圃 才停了下来 惊险瞬间 民众看到都吓了一跳 就在里面听到 蹦得很大声就出去看 刚好那里没有机车在那里停 不然会死 对啊 这很严重啊 十三号下午 桃圆市中华路一段 发生一起自撞车祸 车子前轮卡在花圃上 动弹不得 车头灯和前保险杆都掉了下来 因为急转弯 路上还留着长长的胎痕 就连路旁的行人号制灯 也整个被撞坏 公车不明原因暴冲 好在司机反应够快 赶紧将车往没有人的地方开 并以花圃当作缓冲 让公车停下来 索性当时车上唯一的乘客 毫发无伤 司机脚步也只有轻微擦伤 车祸发生后 拖掉车及时到现场支援 帮忙把公车从花圃上掉下来 至于公车故障的详细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记者刘志展王一德桃源报道 高雄市有一位国小家长表示 他的女儿确诊 在隔离之后恢复上学 孩子跟妈妈说 有时候会喘会吸不到气 希望能不要上体育课 但是体育老师觉得 桌球又不是激烈的运动 对家长的请求不闻不问 家长无奈之下 只好让女儿带着三罐氧气上学 医师表示 不管是确诊鞠隔 还是鞠隔结束之后 能不能运动都还是要看个人的体况 国小女童手上抱着三罐氧气 准备隔天要上学 因为确诊康复后 跟妈妈说吸不到气 让妈妈紧张 除了准备氧气 还在联络簿上 写下女儿不上体育课 但遭体育老师拒绝 当天上的体育课就是桌球课 对妈妈来说 担心女儿上完体育课就会喘 抱怨学校不顾女儿健康安全 硬要女儿上体育课 让妈妈keep put 家医科医师表示 新冠肺炎确实会影响肺部 后遗症也可能长达好几个月 确诊鞠隔期间和鞠隔结束之后 多久能运动 医生表示没有一定标准 还是要看身体当下的健康状况 体育老师对家长请求不当一回事 虽然事后道歉 但如果能和家长换位思考 体育老师第一时间做法 肯定能更周全 继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后 在香港也将出现第三座故宫 耗资133亿台币打造 坐落维港海滨 这外观有如古代的方形大顶 米黄还有深红的色调 也呼应了紫禁城的红墙滑网 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布展阶段 预计7月份正式开馆 耗资133亿台币打造的香港故宫 进入最后的布展阶段 香港故宫博物馆总面积9000平 共设9个展馆 900件北京故宫借出的国宝及展品 是历来最大规模的外界 预计7月开幕 作为香港庆回归25周年的重点项目 香港故宫从外道类五大特色 建筑造型上宽下载 有如方形大顶 体现中国传统四亿文化 现代建筑方法演绎传统 像中庭的天花板设计 呈现北京故宫的玻璃瓦顶风格 延续紫禁城建筑群中走线概念 正门有故宫的门钉设计 采用五层三中庭布局 引领访客走向上层 9个展馆 900国宝及展品 260个罗浮供给的展规 提供最高规格的保护 最大的二号展厅名为紫禁日日 将透过展品及多媒体装置 呈现乾隆王帝 每天从清晨起床 到晚上就寝的生活景象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 有一名男子踩着电动滑板车 在台北市辛亥隧道一路的狂飙 无视速线跟进行的车道 连后方的机车都追不上 警方表示这样的行为不仅很危险 将电动滑板车骑上了一般道路 就算违法最高 可以开罚到3600元 骑士在隧道等速行驶 左方车道却突然窜出一个人影 一名男子双脚交叉 踩着电动滑板车 油门一吹 瞬间将骑士海放 好不容易出了隧道 滑板车油门催垒 不断加速前进 连车尾灯都快看不见 后方骑士拍下全程 简直看傻眼 事发地点就在台北市辛亥隧道 男子不但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甚至骑在进行机车道 无视区间测速路段 疑似超速行驶 简直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男子骑程电动滑板车 在马路行驶 本身就已经违法 事实上 目前电动滑板车 只能在公园等空旷场域使用 但因为滑板车没有车牌 需要远景当场拦查 才能告发 导致违规矩阵不易 台北市警方加强取缔 光是今年就有80件违规 未来也将持续击查 避免影片中的危险情形 酿成事故 这是姚立强 游桃 台北参访报道 小儿科医师发现 儿童确诊的人数 在母亲节后 从百分之十三 上升到百分之十七 在台中更有一家五口 妈妈确诊之外 另外三个 都是三岁以下的幼童 最小的还只有三个月大 因为持续的发烧 得入院治疗 儿童确诊数暴增 指挥中心也紧急的开设 六岁以下 儿童就医绿色通道 35家医院建立专用的动线 要舒缓急诊量能 六岁男同学 诊发高烧 躺在床上 医师透过视讯看 诊弹问题重重 看看有没有那个呼吸 有没有很飞 你没有照好 照那个锁骨 按滚那 小朋友呼吸喉咙的状况 医师只能透过镜头 想办法看清楚 而台中还有另一家人 情况更惨 这一家五口 本来只有妈妈和龙峰台确诊 请爸爸照顾三个月大的女婴 没想到女婴发烧送医后 也被传染 转诊到医院 改由确诊的妈妈入院照顾 小儿科也发现儿童确诊的数据 在母亲节后有明显提高 从百分之十三上升到百分之十七 指挥中心也请三十五家医院 要在十八号之前 开设儿童就医的绿色通告 跟大人呼吸症状不一样的是 小朋友通常会伴随发烧 如果持续高烧三十八点五度 超过三天 要尽快送医 严防重诊发生 叫黄乡富在景城台中采访报导 比如说黄乡富在建访报导 谢谢黄乡富在景城台中采访报导